這些詞會不會對這個整個氛圍會有影響 當然會啊 會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我覺得形成的狀況是 現在翁曉玲好像還真的很大 因為你現在他講話講成這樣 好像也沒有人出面就說 You shut up 你還沒在算 你是在 對不對 像現在江和蘇還敢跳出來 江和蘇還敢嗆一下那個黃國昌 江和蘇就說你們搞清楚啊 你那個不當黨產這件事情 你就變成小藍了 那我們這些在第一線的人 我們要不要選 你不選是你家的事 我們要選的 憑什麼你把你自己的那個人生的 未來的政治續命 建築在踐踏我們的人生的政治生命上 踐踏在我們的政治生涯上 所以現在江和蘇跳出來 就就炮轟那個黃國昌啦 那人家議員都敢炮轟 他們自己的那個這個那個 趙薇 何況是現在藍營 那問題是翁曉玲剛講的 已經從之前什麼上對下 然後呢我比你大 到現在今天最新的要反攻大陸 這個有人講過他嗎 有人說什麼 後來就說沒有 我後來就稍微問一下 他好像真的很大 他到底是哪裡大 他到底是為什麼這麼大 後來人家就跟我說 你不知道 我說不知道 他差一點是國民黨上一屆 要提名的新竹的出來選的 後來是因為那個 好像只有六趴是不是 後來發現實在是 應該是神仙難救的情況之下 所以才沒派他出來選 那問題是如果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後面有人啊 後來就說原來翁曉玲是朱立倫 特別拜託他出來 名列不分區 對然後要來好好的教育大家的一個憲法 相關的知識 對 所以現在才會這個總總言論 那個神仙人間極品立法院極品 今天那個反攻大陸 後來我們就想說不對啊 反攻大陸 他不是前陣才去大陸 他要反攻大陸 他為什麼有帶種的 你就直接 你他是拜會的國台 拜的副主任是不是 你就直接講啊 就直接講說 我們要反攻你啊 對不對 你就拿中華民國國旗在那邊講啊 你就跟他講到底誰 中國代表是誰啊 沒有嘛 順便非外盟跟俄國也去講 那是我們的 更好笑是他拿出來 那個是1971年以前的地圖 是不是 那時候好像那個外盟國還沒有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俄羅斯都還沒解體 你就心裡想說蘇聯還沒解體啦 你就會讓人家想說 這經系是何系 就會讓人家完全覺得 難怪 原汁到現在真的是頭髮一個 就是越來越白 然後心裡想說他 原汁心裡苦 原汁不敢說 因為每一個都比他大 要 範老師 來 將軍 這是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不能透露我的年齡 你這意思 你這說年輕人的講 沒有一個 不是 範老師你真的太跳躍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說 現在年輕人的認知 如果還說這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一定是有年紀的 或什麼 你這樣誰聽得懂 可是 翁曉雲是這樣問顧立熊嘛 這是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有這些 那這件事情 好 包括講到這個 包括講到還有另外 我剛剛講 為什麼個別委員發言 或是最近 因為宣講的過程 我相信兩大陣營之間 都各自會有很多人講話 那會引起 大家媒體上很多的討論 可是有一段事 國民黨是在臺南 臺南吧 就是有一個地方出現 兩岸和平協議的簽署 各位知道兩岸和平協議 這一件事情 我又想到 二零一二年 那次總統大選 是九月 那時候是金普通 他們非美國 然後九月的時候 突然 因為那時候還有晚報 我們在現場 討論那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突然之間晚報出來說 在美國有提到 兩岸和平協議的事 各位你知道 那件事有多嚴重嗎 國民黨接下來 馬上鋪天蓋地的否認 馬上出來跟你講說 完全沒有這回事 因為那時候 如果在那個節骨眼上 因為小英跟馬英九 那時候跟嘎棉花 麻花一樣 糾纏而那 那個訊息如果一出來 一定會產生一些影響 市政市府也許不敢想 但是那時候 馬上就出來 任俊大應該大家都還記得 二零二年內障 那一段過程 但這次在談談出現 那個難道不會對整體 現在在立法院所有這些氛圍 然後沈柏洋沒事又說 國民黨藍白 藍白有沒有什麼毀台計畫 這些 但是國民黨有出來講說 那個跟他們沒關係 那個是民眾自發 這些 但這些會不會產生好 誤解也好或什麼 會不會產生一些影響 當然會啦 因為這個東西是在謝榮介 他們辦的那個活動 被發現 他那個連署 他講說凝聚共識 凝聚共識 然後呢這個推派 推舉常設談判代表 常設就是我們要派一個太表團 到北京去 這讓我想起了一九四九年 那時候不是那個化僵而至嗎 對不對 當時李宗倫還派那個談判團隊 到北京去跟毛澤東談 他說常設談判代表 與大陸政府進行和平談判 以避免戰爭 傷害兩岸人民生命財產 這個就是要要和談 我不曉得就是說 這個東西真的叫做 發現在國民黨的場合裡面 國民黨要撇清關係 真的就蠻困難的 因為你可以 國民黨可以要求 這個相關的活動的人 離開我的會場 因為這都會讓人 是不是國民黨在背後操作 這件事情 這就有點掛田裡下了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當然他們最近做了否認 但為什麼這個時候會出現 有這個相關的活動 在推動 那最近還有一些什麼什麼什麼 擁和黨啊事情要出來 我只聽過北京有個擁和公 不曉得擁和黨 擁和是擁護和平 然後再加上就是這兩天 你看連聖文到了這個 廈門去參加了這個 所謂的海峽論壇 又講說我們是這個台灣人 也道道地地的台灣人 也可以是唐唐正人中國人 就被中國網友罵翻 什麼叫也可以是 就我就是對不對 還有很多參評單留言 來賺錢來騙錢的啦 不敢不支持統一力 就是假的啦 所以搞到後來 裡外不是人嘛 但我要講這些零零種種 都會算在誰的頭上 國民黨頭上 連聖文去 當然他可以說我是民間身份 可是你就是國民黨的副主席 或許你想要延續你們連戰家族 在兩岸的這個影響力 對不然連戰 就他一直講嘛 福建是我的故鄉啊等等等等 他們家三代啊 都是跟福建有關係 他可能要為了要累積 他未來在擁任兩岸橋樑 那個角色 可是大家會覺得 你這樣的說法 跟台灣的主流名義差很多嘛 政大選研中心 從一九九二 九二年就做了這個 所謂長期民調 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 就是台灣人的認同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只佔百分之二點四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是佔了百分之三十二 加起來三十四點四 就大概是國民黨基本牌 連聖文講的話 就是擁護基本牌 沒有拓展性 你去跟這些 青鳥運動的年輕人說 你是中國人喔 拿那個老母親的地圖 這是我們的國土喔 他說您是不是要去看醫生 不可能的是嘛 我們現在到對岸去 你要不要辦臺保證 要嘛 如果如果那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的主權 那我們就我們就是跨省旅遊啦 我們就不用辦那個政見啦 中國來台灣 也不用跟我們的移民署辦證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跟我們的 所以今天你說這個翁曉玲 講這個東西 講的這個老母雞的地圖 外蒙古 外蒙古已經獨立很久 我不曉得他們真的不知道嗎 他現在是另外一個國家耶 那你根本把元朝的時候的 那個陳吉思汗對不對 那個領土又送我們的 那普丁很緊張喔 我們現在已經 劍指莫斯科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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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